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Felix 很開心呢,跟各位同學在線上見面囉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課程是Book 3, Unit 4 好,課文的部分呢,我們要介紹兩位在台灣民主的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leading figures 好,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課文的名稱叫做A Craft for Taiwan's Freedom 好,就是台灣追求自由的一個訴求 好,那我們在進入到課文之前呢 我們先來介紹本課的reading strategy, retelling 好,重新的再次的說一個故事 用自己的話說故事的一個閱讀技巧 Retelling is a restating story of the content of passage in readers' own words 所以的retelling就是指你在次的呢 重新的去陳述一個故事 或者是說明一個段落的內容 不過呢,是用reader's own words 就是說要用讀者自己的話語來陳述 Read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passage thoroughly so that they can reproduce it in a different way 好,讀者呢,必須要真正完整,徹底的了解一個段落 如此一來呢,他們才可以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呢 好,來去重新的陳述故事 When you read the passag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好,這樣你在讀一個段落的時候呢 請你注意以下的幾個重點 首先,main idea 好,段落的主旨 key point 好,這個段落裡面的一些重點 好,一些重要的跟人事實地屋相關的一些事實 或者是一些故事的情節 and the sequence of events 還有發生這個故事或活動的先後順序 然後呢 use your own words to retell it 然後再用你自己的話重新的再講一次 好,那我們現在正式地進入到課文 課文的第一段 好,我們先從一個報紙的標題來看 Leaflets poured down on Tokyo Taiwan cries out for freedom Yesterday afternoon 50,000 leaflets in different colors fell from the sky over Tokyo These leaflets which were dropped from a plane and picked up by curious people contained different messages that urged self-rule of Taiwan as a Japanese colony 好, leaflets 就是傳單 傳單呢 從東京的天空中 從天而降 Taiwan cries out for freedom 台灣呢 渴求 大聲地呼喊 為了自由 好,Yesterday afternoon 好,接下來是報導的內容 好,就在昨天的下午 有五萬張的傳單呢 好,而且這個傳單有不同的顏色 好,五顏六色的傳單 有五萬張 fell from the sky over Tokyo 從東京的天空中降落下來 好,這裡呢 我們有兩個斗點 夾殺的形容詞指句 用來做一個補充說明 那這個形容詞指句的開頭用的是 which是因為我們的先行詞 傳單是飛人 他們呢 他們呢是從一台飛機上面所丟下來的 那因為傳單是人為把它丟下來 是被丟的 所以我們用被動語態 這裡and的對等連接詞 連接的是兩個過去分詞 好,所以這裡的 dropped跟 picked 好,都是過去分詞 那傳單呢 從天而降 好,被很多好奇的 好,在東京的日本人 好,大多數應該絕對是 絕對大多數是日本人撿起來了 而真正這個句子的主詞 動詞 excuse me,在這裡 content 而傳單的內容包含了不同的一些訊息 Let's urge self-rule of Taiwan as a Japanese colony 好,從Letter一直到句頂的部分 我們可以知道這裡是一個形容詞子句 而這裡的Letter是關西代名詞的主詞 好,代替前面這些訊息 這些訊息當中呢 是非常的激勵的呢 好,去力勸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呢 身為一個日本的殖民地 好,我們要求自治 好,self這個字是我們可以知道 yourself,ourselves 好,就是自己的意思 so,self-rule就是自治的概念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句子的解析 首先我們知道這一些傳單是從天而降的 所以傳單後面的這個形容詞句的傳單代替的witch 組格,搭配的是被動語態 好,那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先行詞的list of在本句是特定的名詞 所以我們在使用上呢 我們在使用上用的是非限定的形容詞指句 如果我們將witch省略掉的話 我們甚至也可以改成一個分詞片語 好,再來Letter引導的限定的形容詞指句呢 在這裡的Letter省略 我們可以把動詞改為分詞 Urging 好,我們回到課文來看得更清楚喔 也就是說 這個Letter當我不寫出來的時候 我就失去了關係代名詞 換言之我也失去了指句跟指句之間的什麼 連接詞對不對 好,那這裡的urge跟messages 它是主動關係的 所以我在把Letter拿掉之後 可以換成表示主動的現在分詞 就是Urging 好,那我們各位同學從第一段的這個報導當中呢 非常有畫面對不對 五顏六色的船灘從天河 這樣地點是發生在東京的街頭 好,那那個時間點呢 我們可想而知就是台灣當時是受到日本殖民 那我們歷史上呢 日本總共殖民台灣約五十年的時間喔 好,我們繼續故事繼續往下走 The Taiwanese have been struggling under political violence for too long and a parliament for the Taiwanese now, they read In fact, on the morning of the very same day a man had led a march with 300 Taiwanese people in Tokyo 好,在這個兩個句子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有 quartation mark有兩個部分喔 這裡都是直接引述 把當時傳單裡面或報導當中的訊息 直接引述出來 那這兩個直接引述的句子特別注意喔 當quartation mark裡面是一個完整的句子的時候 標點符號要放在那個標點符號 據點或經單號甚至問號都要放在小豆豆的裡面喔 好,the Taiwanese have been struggling under political violence for too long 好,台灣呢 好,在就是這個政治的暴力 那這個政治暴力只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對待喔 已經呢 好,掙扎了非常的久喔 好,甚至可以翻成身影喔 好,我們非常的痛苦 那have been加VING是完成進行式 好,這裡強調就是一直以來 好,這件事情持續了非常久 and a parliament for the Taiwanese now 好,該給台灣人屬於我們自己的議會了 they read 好,就是他們從這個傳單上面 這裡的類似的是撿到傳單的這些人 他們讀到的訊息 in fact,事實上 on the morning of the very same day 好,就是在這一個同一天的早晨 好,在特定的時間我們用了接系是 a man had led a march with 300 Taiwanese people in Tokyo 好,有一個男子呢 在東京的街頭呢 他發起了 他領導了一場示威遊行 總共有300位台灣人參與其中 好,我們看一下這兩個句子呢 有一些需要我們可以關切注意的一些事項 首先struggle在這裡原本是掙扎的意思 那這裡呢也可以用suffer from 承受什麼樣的痛苦 好,那這裡的political violence 指的就是在政治上的暴力 指的就是政治上的權力的不平等的對待 那這裡have been threatened 好,注意一下喔 suffer from你可以用主動的用法 所以這裡是完成進行式 那這裡的have been加PP 好,使的是完成被動與態 好,受到威脅 好,這裡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要看到的是 這裡啊,我們可以用日本政府的角度 當作主詞的時候呢 好,我們知道日本政府在當時打壓 或者是非常殘酷嚴峻的對待我們的台灣人 oppressed或者是cruelly treated台灣人 好,已經持續非常久的時間了 好,那這裡的have been struggling 我剛剛說過了 表示在一段時間內持續的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完成進行式的用法 通常跟for加一段時間一起使用它 好,violence,violent 好,額外的補充,跟violence 暴力這個就是我們常見的幾個搭配的字詞搭配 首先呢,domestic violence是家暴 因為domestic它有國內的或家庭的意思喔 訴諸暴力,動詞篇也可以用resort to violence 訴諸暴力 那奇怪它相關的補充同學可以閱讀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東京街頭的這些台灣人 他們做些什麼呢? They held flags with the words freedom, equality, and justice The numerous falling leaflets were like the tears of the miserable Taiwanese people 好,手中呢,揮舞著旗幟 好,那這個旗幟呢,上面有三個主要的訴求 好,with,是一個指的是有的意思 好,有這些字在這些旗幟上面 freedom,自由,equity, equality,平等, justice,正義 好,各位我們知道法國國旗的三個顏色 分別象徵的是自由,平等,跟博愛,對不對 好,那這邊非常的接近 好,他們的訴求是自由,平等,跟正義 好,在政治上的正義 the numerous falling leaflets 就是非常眾多的這些從天而降 正在降落的 正在掉下的這些傳單呢 就像是 我like the tears of the miserable Taiwanese people 好,這裡的like是階形式像的意思 好,我們中文有所謂的名譽跟暗語 好,那在英文的語法裡面 文法當中也有所謂的名譽跟暗語 當你看到like或者是ers的時候 好,那就是名譽,因為你有像這個字出來 好,這邊呢,我們用一個譬喻的方式呢 把這些落下的傳單 比喻成呢,台灣人這些很悲情 很悲慘的台灣人的眼淚 為什麼? 因為我們被日本殖民 我們在政治上跟生活上非常不平等地被對待著 好,the flag in these people's hands had the words 好,那這個時候的had才是動詞喔 那如果你要用原本的用法hold 才是這個句子的動詞喔 好,第一段的最後面 Needless to say, this demonstration not only shocked the Japanese but also awakened Taiwanese people'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eedless to say,本課的譬喻 不用說,表示這件事情是顯而易見的 Obviously, clearly 這一場示威遊行 Not only shocked the Japanese but also awakened the Taiwanese people'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好,這一場示威遊行在東京發生 好,他不僅僅呢,震驚了整個日本人 同時呢,也喚起了台灣人 我們的國家意識喔 好,not only but also這個句型 我們來看一下解析 Not only but also不止而止喔 連接相同詞性的字 那通常呢,我們會在句子上連接動詞或者是形容詞 My classmate who always gets straight A's 好,我的同學通常得到非常高的分數 不僅僅呢,非常的聰明 而且非常的努力、勤勞、diligent 好,再來看一下 Not only but also的進階的一些解析 那如果我們Not only but also連接兩個主詞的時候 動詞的單負數情況 我們要跟最接近的主詞決定 所以就是指在but also後面那個主詞 那以第一個例句來說 Not only julio but also his parents have been to Switzerland 那這裡呢,因為比較接近的主詞也就是but also後面的主詞是 就是複數的parents,所以我用have been 好,完成式的時候我用have 紙句,好,紙句我們就要用倒裝句型的形態呈現 所以遇到一般動詞過去式的時候 我要先寫d的這個助動詞 再寫主詞,才寫動詞喔 好,以上呢,是Not only but also的深度解析 同學可以再複習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一個句子喔 好,第六個句子 Taiwanese people'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brief, there was no doubt that this is the most effective Taiwanese demonstration against Japanese rule so far In brief是簡而言之喔 好,就是說我們簡單的來說呢 There is no doubt,好,無庸置疑的 好,這是一個句型 undoubtedly,好,一點都不需要質疑的 好,非常肯定的 這是呢,台灣的世衛洋群中最有效的一次 而是對抗,好,對抗日本統治 好,截至目前為止,so far,好,so far 好,there is no doubt that的句型 好,無疑問的加that引導名詞子句 好,against,還是要提醒各位 它是一個介系詞喔 好,也就是以當時的歷史背景來說 這一場是一位遊行 以當時的歷史的軌跡來看 它是最有效的一次 效果最好的一次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二個段落 1895年的時候 好,在1895年的時候 台灣正式地成為日本的殖民民地 colony it was true that 好,it在這裡是虛主詞 好,那真正的主詞 這是什麼呢? 好,台灣 kept developing under Japanese rule 好,台灣呢在日本的統治之下 under在什麼之下 好,台灣在日本的統治之下 一直持續的發展 好,我們知道台灣的鐵路啊 或者是台灣的電力啊 好,在日本殖民時期的50年 好,日本人的確在台灣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礎建設 好,造福我們台灣的居民 好,所以這邊直接著說到 more roads and railway lines were built 很多的道路啊 還有的鐵道啊 好,都被建立出來 也就在殖民的過程當中 and the first elementary school was established 好,台灣的第一所小學呢 也是在那一個時期 好,所建立起來的 好,however the Japanese rule was quite harsh with strict laws and cruel punishment 但是在日本的統治之下呢 好,當時的法 日本人統治我們的這些法律 非常的嚴苛 好,而且會有一些非常殘酷的處罰 懲罰在裡面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句子的解析 好,ever呢 還有其他的副詞同意字 這樣的轉成語還有 neverless, nonetheless跟yet 好,都是然而的意思 好,那然而出現的話 就是語氣的一個轉換 好,如果講正面的事情 接下來就是講負面的事情 好,雖然的確 日本政府的統治 在台灣有一些基礎重要的建設 為我們台灣人民帶來正向的幫助 好,但他們統治台灣的狀況呢 所以是用言行俊法的方式 來對待我們的人民 所以人民是在被受到壓抑啊 然後常常會對日本心存恐懼的情況 那with在這裡是表示一個附帶的狀態 我們多看一個例句 Garden looks confident with a serious look on his face Garden看起來非常的有自信 好,帶著呢一個非常嚴肅的表情 繼續往下走 第二段的後半部 seriously oppressed seriously oppressed by the authorities 台湾ese people didn't have the same rights as the Japanese They needed heroes to help pursue their quest for freedom Excuse me,不好意思 跳掉了 這裡呢,逗點的地方 我兩邊找不到連接詞 那我的開頭如果不看這個seriously這個副詞的話 我開頭是一個過去分詞 由此可知我知道這裡是一個分詞購句 兩邊的連接詞不見了 其實這裡原本逗點後面是end的 那share同一個主詞 Taiwanese people 好,所以這裡有一個分詞購句 所以在當時的台灣人民呢 他們是非常嚴重的受到 the authorities 就是日本政府 有關當局 the authorities 的嚴厲的打壓 然後呢 台灣人在當時呢 並沒有同樣的權利 the same us 和什麼一樣的 和日本人享有同樣的權益 好,所以是在法律上 還有在很多是面向上是不平等的 所以呢 台灣人需要英雄來幫助他們追求 pursue their class for freedom 好,本課的課文標題 好,就是追求 好,追求自由的這個訴求 in their darkest hour 在他們最艱困的時刻 好,這裡的hour指的是moment 好,時刻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句子 齒數為省略連接詞 and形成的分詞購句 所以原句在逗點後面應該要有and 而紫句的兩側的主詞呢 都是Taiwanese people 好,省略對的連接詞形成分詞購句的步驟 我們很快地做一個複習 首先第一個步驟就是把對等或重屬連接詞 把它去除掉 來,主詞相同則省略 好,所以以課文當中是第一個子句的主詞省略掉了 那接下來呢 如果你是重屬連接詞引導的子句 那重屬連接詞的那個動詞 重屬連接詞引導子句的動詞 我們會改成什麼?過去分詞或現在分詞 表主動的用vng線分 表被動的我們用過去分詞pp 那相關的一些用法呢 好,以本課來說呢 我們是省略對的連接詞and 這個在第二側的第七課的句型解析裡面 同學可以去複習 那麼另外呢 好,重屬連接詞省略的用法 在第二側 好,第一課,第三課 好,我們都有補充相關的句型解析 那同學可以看到畫面按暫停 好,再去複習一下 那我們回到我們課文繼續來看 好,句子的第十個句子 我們往下走 好,第二課是轉成語複詞 因此,the two heroes 而有兩位 就是剛那個歷史在 在這個新聞報導這兩位英雄呢 他們組織了一場示威遊行 and the leave left dropping campaign 好,就是散播 就是丟船單的這一個示威遊行活動 to take action 採取行動來對抗日本政府 來對抗又出現了 against的是介系詞 好,跟layer4同意的 副詞單字或者片語 我們來看一下 常見的有thes,hands 好,這個是很常出現的 而且thes只要四個字母 而且為了精簡你寫作的長度 你可以用thes 好,當然你可以用consequently 或者是片語副詞 as a result,as a consequence 都可以 好,我們這裡呢 來看一下複合形容詞 名詞加現在分詞的用法 像本課的課文當中用的是 live left dropping 那我們常見的還有meat eating 食肉的 joel dropping 令人驚訝的 那這個非常傳神 因為joel就是我們的下顎 就是下巴的部分 好,下巴掉下來的 就是令人驚訝的新聞 那跟各位同學說明的是 就是複合形容詞一般而言中間都會有這一個 好,hyphen這個dash在存在 但是有些常用的可能就已經 就是不用這一個標點符號了 好,再來採取行動的片語叫做 tag action,採取行動 那採取措施可以用tag majors,tag steps 都是用tag動詞搭配 好,接下來我們來進入到第三段囉 好,一二段呢 都是在講新聞故事的報導的內容 好,同學還記得嗎 我們這一課的reading strategy 是用retell的技巧 好,所以在整個新聞報導的一些重點 有哪些?同學要稍微回憶一下喔 好,接下來來到第三段呢 我們在新聞報導中有提到兩位英雄 那接下來第三段我們就要介紹 第一個主要的英雄 好,這一場遊行活動的主要的領導者呢 就是蔣衛水先生 蔣,好,以下簡稱蔣 用他的姓氏來代稱他 who was born in 1891 in 宜蘭 County 好,在宜蘭,宜蘭縣呢 好,在1891年的時候出生於宜蘭 他的本職呢,是一位醫生 好,並且呢,是一個一位 Active democracy pioneer 好,非常積極的民主鬥士 而且是一個先驅喔 好,pioneer 那這裡呢 我們鬥點夾殺的這個形容詞指句 很明顯呢,是因為蔣先生 好,專有名詞,獨一無二的存在 所以我這邊是非限定的用法 形容詞指句的功能是補充說明 好,那蔣先生他是一位醫生 可是跟民主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來看看他背後的理念是什麼 In addition to caring for his patients John believed that a good doctor should cure society and that he had to set up an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awareness of civil rights In addition to這個片語是除了什麼之外還有喔 那careful是照顧 除了照顧他的病人 好,to是介系詞 所以這裡的care動詞加ng變成動名詞囉 好,蔣先生除了照顧他的病人之外呢 他也相信一個好的醫生應該要cure society 這裡的cure有一個一樣cretion mark 那cretion mark如果裡面只有一個單字的話呢 通常是為了強調或者是有言外之意的 有雙觀的 好,那這裡呢 為什麼說要cure society呢 那我們知道呢 醫生主要的任務工作就是treat our cure passions對不對 那當我們的社會生病的時候 我們也要治療這個社會 把社會治好 所以他相信這件事情 好,小心喔 這裡有兩個that 都是名詞指句引導的that 其中呢 名詞指句引導的that 如果當受詞的時候 and後面的這個that 在文法上是不可以省略的喔 所以這裡的that一定要寫出來 第二個that一定在and後面的that一定要寫出來 他必須呢,他有這個責任感 他覺得他有這個使命 had to 必須set up an organization 好,他設定一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呢 是為了要促進什麼 awareness of civil rights 就是整個台灣民眾 他們對於公民權利的一個意識 他覺得他有這樣的使命感跟責任 好,這裡的in addition to 你可以代換成besides或apart from 好,我們這邊呢 來看一下 好,in addition to呢 除了點點點之外 還有 好,那意思等同於besides 好,那這邊呢 要區別一下 好,在英文裡面的in addition to跟besides 是一國的 指的是除了什麼之外 還有 好,那如果呢 你用的是except這個字 Except這個字是不包含在內 不包括在內 好,就是它是一個減號的概念 所以看一下例句 Except Jason, everyone at the cake 好,就是把Jason除外 把他減法減掉 好,就是Jason沒有做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吃了蛋糕 但Jason並沒有做這件事情 好,所以in addition to跟except的用法 剛好是對立的,是不一樣的喔 那我們剛剛在補充的地方 apart from跟aside from 這兩個片語呢 它兼具besides跟except的意思 那你要它當什麼意思 你要把它等同於in addition to 還是except 那就要看上下文的文藝來做決定了喔 好,我們繼續往下走 好,首先這裡的句子 畫面上第一個句子 had been speaking for his fellow Taiwanese for years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個for speak for 好,為了誰而發聲本課的片語 好,那fellow Taiwanese就是台灣同胞啦 好,那fellow就是指同行的 好,那for example fellow travelers 好,fellow travelers就是指一起旅行的旅伴 那這裡指的fellow Taiwanese 指的是台灣同胞 好,這裡又出現了完成進行式 表示一直以來持續一段時間 搭配for加時間 所以已經過了好多年的時間了 蔣先生都一直為台灣人民的權益而發聲 好,那這裡用完成進行式的原因是因為 好,這裡是一直以來 而且也是過去完成式喔 因為在新聞事件之前 好,蔣先生已經為了台灣的民主 做了很多年的努力 but however hard he tried 無論他是如何的努力 好,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日本的殖民政府拒絕 好,去考慮他的訴求 consider his appeals 好,我們看一下這裡的句型 是本課的句型喔 首先,本課這邊先看一下 第二個小點 我們先看簡單的 refuse是拒絕的意思 同意單字還有reject 或者是disallow 不允許 好,那我們來回到我們本課的重要句型 疑問詞加ever 疑問詞的字尾加ever的用法表示無論 它是一個副詞指句的結構 我們看一下我們本課的句型解析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句型的樣貌 就是在這個句型當中呢 句型的樣貌會長這個樣子 好,常見的1236個疑問詞 都可以搭配無論句型 however就是無論如何 因為how的特性呢 它會接形容詞或副詞在後面 那再來呢 其他的部分呢 whichever是無論哪一個 無論哪一個呢 後面可以接名詞 或者不接名詞都可以 好,當不接名詞的時候 whichever就是疑問形容詞 當有接名詞的時候 excuse me 有接名詞的時候 whichever是疑問形容詞 那沒有接名詞的情況下 就是疑問代名詞跟whoever一樣 那whoever在詞句裡面 會當作主詞的角色 叫無論是誰 那後面會接詞句的動詞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句型的解析 本句是在介紹複合關係副詞 還有複合關係代名詞 所以像是however啊 它就是一個whatever啊 它就是一個關係副詞 那像whichever它可以是關係代名詞 whoever,whatever就是關係代名詞 他們是疑問詞 前面有no matter的改寫而來的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剛剛的其中的幾個例句 好,這其中的幾個例句呢 我們來看一下 whatever you feel lonely 當你感到寂寞的時候 好,無論何時 好,本來的when是當 no matter when 無論何時就是whatever I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那這樣的一個疑問詞 它同時具有連接詞的功用 所以可以把兩個字句連結在一起 whatever Rodney decides to do 不管他要做什麼 no matter what he will have his parents full support 好,非常幸福 他都有他家長全力的支持 好,那其他的例子 同學可以多看一下 我們繼續的把第三段走完 就是說呢,無論他是如何努力的嘗試 來,我們剛剛說了 這個however是一個疑問副詞 那這一問副詞接的是 副詞hard 修飾這個hard 那日本政府都無視 拒絕他的訴求 把他的訴求列入考量 他變成本副詞